就像小学生一样互相叫嚣 立法院经过517的多起肢体冲突 周二的愿会火药味淡了不少 相较上周和黄国昌爆发激烈口角 抢夺秘书长周万来怀中文健 一路快跑晚如美式足球员 民间党立委郭国文此时只能穿着护腰 在同事搀扶下离开议场 头绑伤部就怕再受伤 上周因为冲突衰落主席台的沈柏央 这次做主保护措施 只是对比前一天就职典礼神采奕役 在野党也立刻大算根本在作秀 黑熊学业他所告诉大家 所教导大家的一些伤兵的知识 难道如果是有轻微脑震荡 在头上绑纱布的吗 他不是纱布 我只是因为我找不到三角巾 所以我用东西把它固定在头上 然后放一个比较软的东西 在头边这样子 相交律委负伤前行 国民党团就怕再次上演 全武航总教傅昆奇特别 发送护具手套 甚至携带密录器 全身满满配备 摄影还有用密录器 来保护我们每一个同仁 就是如果在整个的混乱中 我们尽量的能够去做搜证 布置蓝音录影搜证 要提告上周被徐晓鑫 故意踹倒的陈廷飞中午协同律师 指控徐晓鑫抓住他的衣领 害他受伤 根本就是恶意伤人 那我要问徐晓鑫 你说我们是插队 民进党插队 我们乖乖的要禁据千发言 国民党是怕人怕救人 所谓的蓄意希望 能够抢在陈廷飞委员之前进议场 但我并没有蓄意伤害他 让他受伤 场内场外朝野战火蔓延 国会改革蓝绿各出其招 寸土不浪 欢迎新闻王居宏 柯主营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